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芯片與科學法》 這步法案的目的是在於提振美國與中國競爭的能力 撥款幾百億美元用於國內的半導體製造和科學研究 拜登在星期二在簽字儀式上說 美國必須在這些關鍵的先進芯片生產方面人領世界 這就是這步法律將要做的 拜登總統感染新冠病毒之後 目前正在康復過程當中 他要講話期間不斷吸收 他說這步得到兩黨支持的法案 是對美國一個世代才有一次的投資 並且說法案將會創造良好的就業機會 促進經濟增長並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 拜登提到在芯片產業與中國激烈的競爭 他在講話中表示 難怪中國共產黨曾積極遊說美國工商界 反對這步的議案 與拜登同台參加簽字儀式的 有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 商務部長雷蒙多 和電動汽車充電網 Spark Charge的首席執行官 約書亞·亞維夫 舒默說這步法案是幾十年來 製造業科學與創新的最大投資 並且感謝共和黨參議員 陶德陽三年多以來 在制定與半導體相關的立法過程當中的合作 即可 感谢观看